在和平方舟医院船执行任务是种怎样的感受 曾三次参加远洋任务进行医疗服务的海军军医大学中医李伟红校导 他印象最深刻的是每次出行 总会赶巧遇到几位曾跟着自己学中医的留学生 2017年李伟红随和平方舟进行和谐使命2017医疗服务 医院船从浙江州山起茅 航金太平洋印度洋大西洋穿越12条国际海峡水道 进行首次还非洲访问 当医院船到访位于非洲中部西海岸的加盆共和国时 在当地派来协助诊疗的医生志愿者中 李伟红看见了一个熟悉的面孔 这个人怎么这么眼熟啊 是我们一一级的一个两年制的军员留学生 他呢当时在我那就是学了很长时间嘛 他看到我也很惊喜啊 我们两个就每天来了病人以后 他帮我问诊 打针一般如果不那个我都让他来治疗 然后我给他指出一点问题 有曾经的学生做配合 李伟红的诊疗效率也得到提高 玛丽的问诊急针下去 病人的腰腿疼痛就减轻了 肿胀的关节开始变得灵活 脸上也露出笑容 在三次随传任务中 李伟红还是在不同国家遇到过六七位自己的学生 看到他们能用中医本领服务自己的国家 李伟红也很受触动 非洲很多国家民众对中医有着极大的兴趣和热情 在和平方舟来到坦桑尼亚为当地民众诊疗时 为了更好的展示介绍中医文化 他还应邀在当地开了中医培训班 最初的时候我这里可能就只有三个人 最多一次居然跟了十个人 他们一群人跟着我在那 因为大家可能都想有点什么练习机会 或者什么想学习学习这个 那么然后呢 在坦桑尼亚到后来他们叫我开一个培训班 和平方舟每到一处 靠岗时等待他的往往是排成长队的病人 和一双双好奇求知的眼睛 执行医疗服务任务 超复合工作是常态 但每次当病人做完诊疗 听他们说感觉特别好 身上哪里不再疼痛时 李伟红觉得这些辛苦都很值得 谈及未来 他说还想再登上和平方舟 与这艘大白船一起 将和平和友谊的信念 传递到更远的地方